得知身為老闆跟兩名股東 必須要連帶責任 付出民事賠償368萬 呂炳紅一週來不斷發文自救 不過23號清晨 他卻頗文說 感謝法官判自己無罪 難道逆轉了嗎 放上判決結果的新聞稿 原來內文的呂炳紅 寫成呂炳忠 呂炳紅說找不到呂炳忠 沒有關係 家屬找不到人求償 可以向寫錯字的書記官 以及法官連帶求償 完全在諷刺自己 因為員工殺人 遭到連帶求償的處境 民事事務法裡面 本來就有規範說 這種誤寫誤算等顯然錯誤 也就是說他明顯看起來 錯誤的狀況的時候 他是可以 就是直接讓法院 下一個裁定做更正就可以了 呂炳紅前一天 也貼出各種疑點 認為事實根本不符合科學證據 官司還是照舊的事實認定定業 證人證詞跟監視器對不上 法官卻拿A打B 拿B打A 並質疑這樣的判決開先例 以後老闆們 應該賠不完 各種科學證據擺出來 還是判賠 讓他覺得相當無奈 如果你今天公司管理一把美工刀 管理不好 有人拿出去 真的做了什麼事情 那是不是他也可以判你 孤組連帶責了 因為你管理美工刀管不好 案件三審定業 呂炳紅不斷在網路發聲 整理案情 希望大家正視其中的不合理性 希望還有一絲轉圜空間 記者 宜偉林程序跟台北報導 你確實在很安心 舊贈 你好 你確實在 bro 我來講 你確實在